大家好,我是Zanik 那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介紹這個CVQ 我們在進行的一個項目 首先我們從兩個問題開始 這是從那個Y民調上面找到兩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是 再也呼籲陳明通辭去國安局長 你的看法是 那時候統計的結果是 非常同意占了91% 那第二個問題是 斐洛西重申美國保障台灣民主決心 你對美國協助防衛台灣的看法是 完全沒信心占63% 這個是絕大多數 那麼其實問題和這個答案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我想講的重點是說 各位相信這個答案 相信 那我想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要得到各種資訊 各種資訊是拓手可得 可是能夠讓我們毫無保留去相信 這個這樣的資訊 卻是鳳毛麟角 那麼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因為在這個狀況之下 大家不管看了什麼 結果都可能是在浪費時間 然後第二個是說 在一個沒有公信力的投票系統之下的話 問題再好 參與的人再多 都完全是沒有用處的 所以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應該要透過去塊鏈投票 使我的答案公正公開 而且無從篡改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擁有一個具有公信力的投票系統 一個有公信力的投票系統 它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其實這個價值取決於問題 第一個其實 不管你想要做市場調查的人 你也需要一個有公信力的系統 你想要做民調的話 你也希望這個系統是有公信力的 那另外有公信力的這樣的投票系統 其實它就能夠 它才是能夠成為 帶出這個公民智慧的可能性 然後而且大家可以想像 一個問題下面可能常常有很多討論串 如果這個 要是大家對這個統計結果 根本就不相信的話 下面會流於那種 就是意氣之爭 然後不斷地在說 不斷地在講說 就是辯論這個問題的真假 沒有辦法產生就是什麼智慧 那我們不能只是講說 那很有意義 那怎麼樣才能讓人家來參與 第一個是 在我們的系統上 來提問答問的人 都可以獲得金錢 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是 我們有那個 我們有 就是公司是有這個 經費這樣子 對 那所以最後其實就是 邀請大家來共襄證據 那其實可以 寫程式的話可以來幫忙做這個平方投票的 的這種演算法 然後或者是說 像我們那個系統已經存在了 所以可以來穿接我們的API 那另外的話 個人來參與 就是也可以來做提問 然後或者是來這邊進行答問 然後讓我們的那個就是議題更豐富 然後還有答案的準確性更高 然後可以把公民的聲音去反應出來 讓這個社會大眾來知道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也才能得到重視 例如說 大家相信這系統如果是沒有問題 上面統計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大家能相信的 好 謝謝大家 好 感謝任寧 那接下來就是人為